这个故事是我妈妈的亲身经历 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的时候 我妈妈早上要起床上班 突然间觉得头很晕 全身无力 连做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更不用提下床去梳洗 但是碍于当天现场的人力不够 所以也只好撑着身体去上班 下班之后再去医院看医生 当下全家人都以为他只是感冒 医生看完了之后 也没说什么原因 只开了一些药就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妈没睡好 到了隔天情况也没有好转 睁开眼的时候 只觉得天花板都在转 感觉后脑勺痛得像是要炸掉一样 我妈勉强拿手机打给妹妹之后 就让她在我妈去平常去的宫庙 到了庙门口 师姐就发现 我妈不太对劲 整个脸发黑 气色非常不好 后来请庙里的主神 姚池金母下来帮忙 姚池金母帮我妈稍微处理一下之后 就转身跟我妹说 你赶快带你妈妈去附近的城隍爷庙 这个要找城隍爷来处理 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妈 骑车去姚池金母口中的城隍爷庙 一到的当下 城隍爷的机身马上起机 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 城隍爷说 是一个灵体 一直跟着我妈 这位灵体 生前我妈妈也认识 是我妈那边 类似疗养院 专门收留身心障碍的 私人疗养机构 其中一位服务使用者 她在鬼门开的前几天 因为其他机构的老师 把饼干放在桌上 她嘴馋了 拿来偷吃 结果不小心就噎到了 那位老师 马上想让她吐出来 但没有成功 我妈当时冲进来看到后 马上就实施哈姆利克法 并且伸手去把喉咙里的东西 拿出来 同时吩咐其他老师 赶快叫救护车 但是送到医院之后 还是没有抢救回来 当时家属对于死者的后事 办得非常地草帅 没有办什么法会仪式 就火化后 树葬了 陈黄爷的机身 也跟我妈说 从今天开始 只要你有空 都要来这里进化 不然 不然你这样永远不会好 你身上的氧气 都快要没了 那么 为什么这个灵体 会挑上我妈呢 我跟我妈推测 是因为 在她离世之前 有意识的最后一刻 看见的人 是我妈 所以 死后就一直跟着我妈 当时刚好是农历七月 而我妈上班的机构 本身那边的磁场就不太好 所以每年机构 都会请师傅办法会 但同时我妈气场 也慢慢地开始衰弱 那个灵体就直接跟上了我妈 我妈得知那位灵体 是她当时抢救的怨生 而且家属很草率地处理后事 所以也觉得她很可怜 也就不怪她了 答应会好好的办法会 去超度烧纸钱给她 让她可以好好的离开 这就是我妈的故事 品牌 使言 如果这就是我的爱情 或训练 请收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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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铃